普兹打印出来了 我们现在学一个曲子 叫做玉楼春晓 玉楼春晓呢 也是梅安派的一个曲子 是从梅安琴谱里来的 这个曲子不长 但是这个曲子 会用到一个新的弦法 这个弦法叫无义军 大家看普兹上那个无射 就射箭的那个射 在这里读义 无义军 那么无义也是中国传统的 一个音名 就是跟这个黄中大吕 中吕 男吕什么无义 无义也是其中之一 它所对应的 对应的西方音乐的那个音名 就是降弊 所以无义军实际上就相当于 这个弦法 那么他的天然的这个散音 所组成的这个音阶 是一个降弊 降弊大调的音阶 也就是说它的 最自然的这个音阶里面的都 是降弊这个音 所以它叫卢义军 所谓的正调中吕军的基础上 变动一根弦 我们前面学过一首曲子 是 我们学过一首是黄中军的 那么除了黄中军的 其他的都是中吕军 黄中军是要慢三弦 那么无义军是要紧五弦 好的 那么 我现在先教大家怎么调弦 现在我的这个琴呢 就是中吕军 所谓正调中吕军的定弦 也就是说 它天然的这个 弹出来给人的感觉 这个七根弦 是 Sola Do Re Mi Sola 那我们谈观山乐啊 谈 谈那个 呃 观山乐 呃 平沙乐宴 还有 长眉院啊 都是这个 好 怎么把从中吕军 转换成无义军呢 关键也是三五弦 好 我们知道 我们在谈 嗯 中吕军的这个 这个 范音的那个 那个练习曲的时候 嗯 就是会 好 在这个四五弦之间 相隔两 呃 隔一根弦 就是 每三根弦之间的 这个八度关系 七五 同音 六四 也是同音 四二 也是同音 三一 也是同音 只有 五三 是不同音的 来听 五三之间是 差了 差了一个 一个半音 一个half step 我们的黄中军 是 大家可以听一下 这个不同音 它的差别是 三弦 四挥上的音 比这个五弦五灰上的音 是高了一个半音 从中吕军变成黄中军 就是把 三弦上的音 降低 三弦四灰上的音 降低的跟 五弦五灰上的音 一样高 就变成了黄中军 那么 五异军呢 是 保持三弦不变 把五弦 调高 半个音 好 所以就是 还是在 中吕军的基础上 就是 我们 上面那个曲子 刚弹的 这个 庄子蝴蝶 我们用的也是中吕军 Sola Doremi Sola 现在 我们就是要把 五弦 提高半个音 让五弦五灰的 这个范音 和三弦四灰上的 这个范音 让它 是一样高 所以 吴义军 也叫 紧五弦 黄中军 也叫 慢三弦 就是把三弦 降低 叫慢三弦 所以现在 吴义军呢 就是 紧五弦 好 还是根据 我们的 调弦的传统 不变的那个音 先弹 需要改变的那个音 不准的那个 或者 在这种情况下 不是不准 而是我们要把它改变 那个音后弹 所以我们要 现在三弦 我们要保持不变 要紧五弦 所以我们先弹 用 十四勾三 好 下一个音弹 鸣舞 跳舞 用这个顺序 来弹这两个范音 完了以后 我们就去 把五弦调高 直到这个 五弦这个音 五弦五回的音 跟三弦四回的 这个音 一样高 好 现在我先来 调一下 大家可以先看 看我调弦 这个原则 还是不变的 它的 基本的 principle 就是 你只有在这个 弦在震动 发声的情况下 才可以去凝弦 这样你的耳朵 可以听到它的变化 不可以说它没有声了 大家凝半天 都不知道它是 多高了 然后再去谈一谈 听一听 那个都是 不是很 不是很专业的 那种 那种条件 好 大家看一下 先是 十四勾三 然后 鸣舞 跳舞 好 你看 大家听到了吗 我都可以听到了 它现在已经准了 因为我 就是在它 还在震动的时候 就调 把五弦调紧 我就听了它 变得跟另外一个一样了 大家再 现在听一下 这两根弦现在一样了 还稍微高了一点 我再把它调低一点 好 现在 我紧了五弦 把五弦紧了半个音 这样 五弦五挥上的这个范音 现在跟三弦四挥上的这个范音 是一样高的 现在 现在的这个 七跟弦之间的关系 这个就叫做 吴义军 大家可以听一下 好 好 吴义军 现在七跟弦之间 如果我们用唱名 来用唱名来指代的话 它就是 Re Mi So La Do Re Mi 这是它对家的关系 我们说了 中旅军 最常用的正调中旅军 七跟弦的关系是 用唱名 是 So La Do Re Mi So La 黄中旅 黄中旅军呢 是 Do Re Mi So La Do Re 现在 我们学了第三个 第三个 显法 叫 吴义军 吴义军的关系是 Re Mi So La Do Re Mi Re Mi So La Do Re Mi 所以 现在这个 Do 跑哪里去了呢 Re Mi So La Do Do现在跑到第五弦了 所以我们把原来的Mi 升了半个音 变成了后面这个 显法的 后面这个调的Do 所以那么Mi呢 在中国传统的音乐理论里面 叫脚音 绝 工伤 绝止 与绝 而Do呢 是叫功音 所以这个 从中旅军 变成 吴义军的过程 也叫做 紧脚变功 这是中国音乐的术语 紧脚变功 把以前的那个脚 紧了 半个音 变成了后面这个调的功 那么以前我们从 哪位同学还记得 我们以前从中旅军 变成黄中军的时候 把三弦 慢了半个音 那个叫什么呢 现在叫紧脚变功 以前那个叫什么 哪位同学还记得 那个术语 也是四个字 看中旅军的三弦是功音嘛 中旅军的三弦是功音 因为中旅军是Sola Dore Mi Sola 我们以前 把三弦慢下来 变成了什么呢 变成了Dore Dore Mi Sola Dore 变成了后面 黄中军的Mi 是脚音 所以以前是叫慢弓 变脚 现在呢 叫紧脚变功 好吧 所以古琴的这个 弦法的转变 不是慢弓变脚 就是紧脚变功 只不过 可以一个一个的 这么循环下去 这就是 玄弓转调 这个是 是这样一个 一个变化 好吧 中国音乐 有自己的理论体系 是非常完备的 跟西方音乐 相比一点都不逊色 看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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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